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用一个非旧木头 做一个茶座 很实用的茶座 等一下我们看做好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这是 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把它全部烂掉的 不好的都把它去掉 有效很能用的 压袍出来的木材还挺新的 原调真的浪费了 我打算做一个跟洗手盆差不多的插座 大家听到洗手盆 一定都傻眼 告诉大家这样的茶座非常好的 非常的容易感为什么 大家顺利的 这木材的 sweater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拼捡 巨量一大堆的鸭鸭鸭 上角 这是白鹿角 我也不知道 在这个鸭鸭鸭的小鸭鸭 这样子拼板做茶几 我又是第一次 好时候 好了 希望小鸭鸭鸭鸭鸭鸭 基本上都是图画的 看来小鸭鸭鸭鸭都很 Job 大口 这五条不是刚好看的 是要看到的 这是大弯猫的小弯 接下来我们的一件事 是要穿着它 小弯的图源 这是我弄自尽 要想到的小弯 小平板比大平板 还要弄开 你记得的每一块 花了只有两块 小平板算是六块银 强度一米六八 宽度比我想象中那样 有八十两左右 中间那一块是摇摩 实际是烂 阳光的所有 中间这块板是上次 在工地上捡回来的 没想到反省后的小弯 叫做梦克力士 最后我已经有100多位粉丝了 接下来我会排出更多更好看的东西 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